這個弦線要把它接好 要斷掉要把它接好 轉這個 轉這個可以把弦線調進 對,不要斷掉 哦,要跑出去 所以這個最好要 要把它控制好 不然會滾出去 這個如果把它 把它扳,扳的跳向上 就更好 你看,跑掉了 所以這個啊 用那個 美工刀切 要小心不要切到自己的手 還是有危險 盡量用比較安全的方法 有用菜刀 從上面刮上去 然後上面暗粒啊 上面施壓粒啊 這樣比較不會切到自己的手 用美工刀這樣切萬一切到自己的手 很危險 萬一感染我會痛得很大 要停心經啊 停藥師做啊 停大肥做啊 才沒可過啊 消災解惡啊 風得回笑啊 你看這個 要切深一點啊 有那個 你看 哦 有那個好 裂痕啊 剛好那個裂痕 就可以把它 弦線給夾住啊 盡量是又 像又轉這樣 手比較好用力 你看 可以轉 你看 你看 轉的都有聲音 咕咕咕咕 你看 不要轉的太緊 它太緊了 它又斷就了 要有經驗 要有線 弄斷 那你看 要撐高才會有聲音 這個 要放在中央聲音裡 還不過近 你看聲音就不一樣 這個喉嚨藥 那個盒子 的瓶子 放在上面 然後撐高 聲音就會出了 弦線 被波動 然後 震動 傳到這個 塑膠片 然後又傳到那個木板 傳到音箱裡面 空間就是一個音箱 就好像三鼓會有回響 那種原理也有產生聲音 這種盡量都放在中間 盡量放在中間 這個薄片 如果是那個塑膠薄片 密度比較大 聲音也會更小 像有些那個桌面 帶來一場薄薄的塑膠板 那一場硬度到 後來做這個蒙片 塑蓋的這個片 比木板的還更像 你看 你看線要斷了你看 因為這個用久了 因為這樣用力來轉 來調很容易線很容易斷掉 就把它接好 按調的時候 如果一條線容易斷就變成兩條 那個塑膠手買來 裡面就有很多細的線 可以兩條三條一起綁在一起 這樣就比較不會被 所以不用怕那個條斷掉 條線比較不會 比較不容易斷掉 這個應該固定會比較好 哦 春天煩那個 煩那個 煙氣自得其樂 對肝臟有好處 可以防憂鬱哦